要说起台湾市值最高的公司 不是大家所熟知的富士康勒姆公司鸿海集团 而是比鸿海市值高出7倍有余的 台湾机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这所台湾的航母级公司 以制造半导体芯片为主营业务 曾经曾一度青出一栏而胜一栏地 超越芯片界的老大哥英特尔集团 在全球疫情肆虐经济低迷的当下 台积电依旧没有放缓他们发展的脚步 就在5月15日台积电官方宣布 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120亿美元 兴建一座先进的晶圆厂 计划2021年动工 这一消息可是让美国政府高兴坏了 早在昨日 美国上务部部长罗斯 便发布声明打前站 声明中强调台积电的投资计划 就是特朗普总统要让美国制造业复苏 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吸引人的 投资地的另一个指标 今天台积电官方消息刚一放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便立刻召开 新闻发布会 发表声明称台积电赴美建厂 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它将把芯片制造带回到 曾经开创了半导体工业的美国 让高科技芯片再次打上 美国制作的印记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台积电在美国建厂的消息 一传出便犹如一针强心剂 扎入了美国现如今 颓势连年的经济建设 根据报道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工厂 主要负责5纳米级的芯片 这是人工智能5G基站 乃至F-35S最新型美军战斗机的核心部件 所以其对美国的基建 及军事战略 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就在这周四 台积电宣布美国建厂的前一天 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必要时刻会切断一切中美关系 这不免会让人将这二事联想到一起 在5月15日 中国外交部记者例行会上 便有记者就台积电在美建厂一事 是否会加剧中美科技脱钩 提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称 中方一般不对任何企业的生产 和商业布局做评论 但他同时又强调了 中美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本质上是互惠共赢 任何搞脱钩和切割 都是没有出路的 这似乎没有正面回答 对于台积电在美建厂 中国政府的看法 但是台湾此举舍尽求远 跑到大西洋彼岸 重金开拓产业 的确是有点让中国政府面子上挂不住